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发布推文 认为三星的3纳米芯片Exynos 2500良率低于预期 可能导致无法出货 明年推出的Galaxy S25系列全细使用高通芯片 报道中提到 郭明基表示 在三星Galaxy S24系列中 Exynos芯片的占比为40% 高通骁龙芯片的占比为60% 而在三星Galaxy S25系列中 三星可能会选择由高通独家供应 郭明基认为 除供应比重明显提升外 高通的骁龙8Gen4芯片报价提高约25% 因此高通有望显著收益于S25订单比重增加 目前的消息显示 骁龙8Gen4将重新设计 全新升级后的骁龙8Gen4频率有望达到4.26GHz 还将采用Slice GPU架构 引入了动态波配对技术 并基于台积电3nm工艺打造 关于骁龙8Gen4 在后面的内容里 Jeffrey会具体展开来说 先说回Galaxy S25系列的升级爆料 除了核心性能外 博主爱兵宇宙此前的一份爆料中 提到了三星Galaxy S25 Ultra的相机配置 该博主表示 三星Galaxy S25 Ultra将后置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两依像素注射 5000万像素三倍长焦镜头 5000万像素五倍长焦镜头 作为参考 目前在售的三星Galaxy S24 Ultra 后置两依像素广角摄像头 5000万像素五倍光学变焦和 10倍光学品质变焦摄像头 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 1000万像素三倍光学变焦摄像头 该博主的另一份爆料中显示 三星计划将Google Gemini Nano Version 2 应用于Galaxy S25系列 就此来看 三星将在Galaxy S25系列中 带来更多的人工智能功能支持 三星在最新的三星Galaxy S24系列旗舰中 就带来了Galaxy AI功能 后续继续带来相应的升级也合乎逻辑 跌量快充方面 有爆料称 三星Galaxy S25 Ultra的电池 可能与三星Galaxy S24 Ultra相同 采用5000毫安时电池 支持45瓦快速充电 另外 三星Galaxy S25标准版的电池容量 也可能和三星Galaxy S24相同 容量为3881毫安时 典型值为4000毫安时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对比晶片 Galaxy S25将是电量最小的骁龙8 Gen4机型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安卓手机品牌分狂选电池 大部分性能手机电池都在5000毫安时以上 像宜家 Geno Redmi IQ等 这些品牌中部分极型电池达到了6000毫安时 随着2025年的到来 新一代硅负极电池将会大规模普及 在同等重量下 硅基负极材料提供远超视墨的电量 这种材料的出现 让轻薄大电池成为可能 明年将有一大批容量高达6000毫安时的智能手机上市 相比之下 Galaxy S25的电池容量有点捉襟见肘 尽管三星在其他方面如屏幕 相机等方面还有创新 但电池容量的停滞不前可能会影响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内存方面 三星Galaxy S25标准版可能依然8GB内存起步 参考来看 此前的Galaxy S21系列 Galaxy S22系列 Galaxy S23系列 以及今年上市的Galaxy S24系列 其实内存就是8GB 但在更早之前的Galaxy S20系列中 三星却提供了12GB的起始内存 综合现有的消息来看 全新一代的三星Galaxy S25系列 预计将会带来影像 性能 AI功能等方面的升级 不过 目前距离新机的发布还有着一段较长的时间 其实机的情况如何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保持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高通骁龙8 Gen4芯片 此前 网上已经泄露了骁龙8 Gen4在Peakbench 6的测试结果 根据这些数据 骁龙8 Gen4的单核性能得分为2845 而多核性能得分高达10628 与骁龙8 Gen3相比 多核性能有了显著提升 但单核性能的提升幅度则相对小切 既了解 骁龙8 Gen4移动平台的提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制程和架构 骁龙8 Gen4在制造工艺上采用了台积电的3纳米 这比之前的5纳米工艺更先进 3纳米工艺能够实现更高的运行频率和更低的能耗 这对提升手机的运行速度和延长电池使用时间非常关键 在处理器架构方面 骁龙8 Gen4采用了一个有两颗性能核心和六颗能效核心组成的八核心设计 CPU采用了RFenix L加6Fenix M的架构 这标志着高通已经完全放弃了ARM的工版架构 转而采用自家研发的Nuvia CPU架构 这种全新的双极裙8核心CPU设计预示着骁龙8 Gen4将带来初次的性能表现 尽管骁龙8 Gen4在CPU和GPU的理论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但或许是受到人发科苹果的下一代处理器曝光数据的影响 方间传门高通决定重新设计骁龙8 Gen4 让其更具竞争力 爆料者透露 为了尽可能缩小与竞争对手在单核性能上的差距 高通对骁龙8 Gen4进行了重新设计 计划将其目标工作频率设定为4.26GHz 结合数码博主数码闲聊战透露气大核心的频率范围 在3.6GHz至4.0GHz之间 推测高通可能针对的是大核的频率进行了调整 新骁龙8 Gen4预计将采用2×4.3GHz超大核 加6×4.26GHz大核架构 目前还没有关于骁龙8 Gen4的具体性能数据被公开 但作为旗舰级产体 骁龙8 Gen4在安卓手机进入3nm工艺时代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不仅在工艺上追赶上了苹果手机 更重要的是 它在高端手机领域的性能和功耗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这将极大提升安卓手机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 由于采用新工艺的芯片生产成本较高 并且在生产初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提升产能 所以在短期内 3nm工艺很可能只会被应用于骁龙8 Gen4移动平台 除了高通满 联发科 英伟达 AMT 英特尔 苹果 吉古哥等多位科技巨头同样追逐台积电3nm之城 比如连发科天机9400G 苹果A18 M4系列都将采用N3系列工艺打造 根据工商时报的报道 由于三星的3nm GAA工艺良品率不高 台积电的3nm FineFetch工艺目前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 由于产能供不应求 一些上流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 已经开始传出产品价格上涨的消息 其正 高通机与N3E工艺的骁龙8 Gen4已经开始涨价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 报价上涨了25% 预计其售价将超过250美元 处理器价格上涨 意味着手机厂商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提高 苹果的旗舰手机同样面临成本上涨的问题 苹果A17 Pro的预估成本约为150美元 比A16的成本上涨了约36% 成本的上涨自然会影响手机的定价 尽管苹果没有提高iPhone 15 Pro的起售价 但按照苹果的习惯 不太可能独自承担着部分成本上涨 如果不涨价 可能意味着苹果会在其他配置上节省成本 台积电的N3工艺至少包含五种不同的制程 以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的具体需求 尤其是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客户 苹果的下一代处理器A18 Pro预计将采用N31工艺 N31工艺比N3B工艺更加成熟 成本也更低 选择使用N31工艺的A18 Pro可能不会重蹈A17 Pro成本上涨的负折 但不管怎么说 下半年期见手机集体涨价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三星Galaxy S25系列值得期待吗 你觉得手机集体涨价发生的可能性大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